文宗 谢谢院长 各位同仁 洛先生 大家早安 请叫洛先生 洛先生 你离开考试院两年 那现在要回去 那你有没有急着回去 那如果急着回去 你回去马上急着要办的事情 是什么 你说我急不急的回去 我不急啊 依照依规定的程序来 这急也急不得 不急 完全不急 不回去也没关系 我没这么讲 但是程序要完整 这一方面要 我现在在跟你心灵交换 对 如果什么时候通过 你一生从来没有急过 你是急哪一生 考试前我没急过 看到可怜痛苦的事情 你也没有帮他急过 你从来没有急一个字 我没有这么讲 看什么情况 不过你问我 会不会考试院 我没那么急 慢慢来没关系吧 我也没有说慢慢来 所以如果大家对你有疑惑 没有通过 闲着也没关系 考试院不缺一个副院长 我要尊重大院的同意权 万一不通过 那当然我就回不去啊 对啊 你会不会说 因为这个闭院啊 同仁不了解考试院副院长的重要 也不了解你的功能 万一你没有过的话 是国家的损失 所以我现在急着要告诉大家 非我不可 因为我急着回去办什么事情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从来没这么讲过 我从来没这么讲过 不过我们是做规矩的 那请教你哦 这个在考试院两年 你做了什么贡献 然后这两年你没在 考试院又有什么问题 这差别在哪里 有你跟没有你 你自己评估一下 考试院这个差别多大 我刚才口头报告 我也报告过了 我是97年9月1号 就直接答复我的问题 那我在那边 我刚才也报告了 我担任副院长 除了担任全院审查会的召集人 召集62次全院审查会 通过三十几个法案 另外当然院长 那现在考试院没有副院长 那你原来当主持 所通过的这些工作项目 现在是这两年内 是由谁来处理 他一部分法律案 当然一规定送请大院来审议 有的通过了 有的不通过 那其他的全院审查会 有你跟没有你差别多大吗 告诉大家 你说过去前面两年 你在那边的时候 你做了多少事吗 表示有你 可能真好吗 那现在后面两年 不但没有你呢 没有任何人去当副院长呢 那这两年 考试院有没有 比较差 比较不好 等等 所以你现在 当然要回去 你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我不在的时候 考试院当然也照常运转啊 愿务照常推动 不缺你一个 也不缺副院长一个 我不是这么讲 两个题目哦 不缺你一位 也不缺副院长一位 所以副院长可有可无 是不是这样呢 我没有这么讲 当然有这个 竹竹编辑 你没有这么讲 要打呼出理由啊 那补权是正办啊 那当然你竹竹编辑能补权是正办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 公务员啊 就是啊 写字潦草的 讲话不清楚的 答问题呢 时问西答的 服务呢 妈妈服务的 照样考鸡甲等 一直生 认真的得罪人 严谨的可能出错误 会被 这个抓把柄 不严谨的 其实错误也没关系 就连那个最简单的 这个燃料税啊 也会算错 一错二十几年 也没关系 这个国家变成这样子啊 所以反攻大陆 随便讲 浪费国家多少资源 牺牲多少人民的性命 财产 弄到最后不了了之 所以考计划要修正啊 所以这个台湾就这样啊 那几百年来也是这样啊 任何一个政府 有办法来 可以不务责任的 离开 被消灭 或是走掉 但那个过程呢 人民的损失 何其大 前途未来 关系又何其大 所以现在的公务员啊 大家对他 对公务员期待很高 而且大家也没有坑声啊 世界上六十亿人口里面 职业终生保障的一次考试 就可以终老其生的 只有台湾呢 只有台湾呢 哦 是不是 所以在台湾 能够出生在台湾 又当台湾公务员的 是祖先基德啊 是自己修信 五百年修得很好啊 所以应该习服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学友 我跟你报告啊 你讲的 我大部分都认同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改 考基法 就是针对你讲的 这些毛病啊 我们从制度化 好 就是因为考基法一修 这个民国五十八年一修 或是五十九年一修 然后原来考基甲等的从三十五%上下 变成四十八%以上 一直到这个民国七十年 都是五十%以上 然后一九八七年 就是七十年修考基法 一修 哦 这个考基甲等的变成七十九 八十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将近八十七 在两千 这个 两千年 八十几年 然后都看不过去了 你们考试研究都看不过去了 马上 哎 一修 又变成七十五以下 现在不能超过七十五嘛 那这个考试研究长期以来啊 整他四十以下 整他五十 整他 接近九十 现在又只整他 不能超过七十五 这到底 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指标 有怎么样的一个标准 来修改这个考基法 定定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的一个所谓假等百分比 这依你的了解说明一下 当然看来学员说得很清楚 从早期啊 不同阶段 他打假等的比例啊 一直都不一样 但是到了民国八十九年 那一年考假等的达到八十九趴 那老实说 已经是达到 我这边的数字是八十六点七 对 都都差不多八九十啦 所以我们也觉得太离谱 所以现在修考基法 就是适度的 你真正基优的 还是要给他假等啊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 不进族的 不输认限族 而且不足改善的 这些原则 这是原则啊 这是原则啊 这是一般的话语啊 我们都不要讲啊 因为等于白讲啊 等于白讲啊 那我们看这个民调 行政院院考会 在九十九年七月六号七号 所做的行政院团队的行政效率 民调认得好的只有四十一点三 国家的精英 层级最高 精英最丰富 好 最具专业 然后职位最高 权力也最大的 这个行政院团队 人民的 这个民调表现 感觉 行政效率好不好 只有四十一点三百分之后 这是原则会自己做的 一般人都认为原则会 自己会高估一点 然后在这个政策上面 连迷政策 好 说可以不见得做 说不见得做得好 好 这个政策的满意度 这个各种政策 一共八项政策 就说交易啦 福利啦 治安啦 环保啦 交通建设啦 反贪啦 经济啦 两岸啦 总平均啦 满意 只有39.9% 政策只有不到40%满意哦 表示连制定政策呢 人民都说你在太什么玩笑 不认真 不确实际 不可行 跟我没有切身关系 没有针对时需时弊 来做性格 连你政策都这么差呢 连你政策都这么差呢 所以博士一大师干什么 考公务员 这考试那么严格干什么 好 再来 执行的结果 刚才提到的行政团队 也行政院只有41.3% 那呢 连服务 这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连服务 依法行事 依规定办理 只要态度亲切 只要这个 对应 认真 只要懂得追踪 负责 连这样最简单的服务 只有六成 认为 这个 符合他的期待 有四成 公务员 面对民众的服务要求的时候 民众认为不符期待 你看 这个政府啊 目前是这样 公务员现在是什么呢 良币跟劣币在竞赛 那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规范 我们的考核 等等造成的 劣币 七组良币 多做 变成多错 不做事的 不建设的 地检署绝对不会找上 这一个行政部门 不会找上 找到 这一个行政所 因为他都不建设嘛 都不建设嘛 没有建设 就没有机会让他去抓嘛 那 所以啊 我们法律的公务员的赌质罪啊 这个赌质啊 是多做多错的赌质啊 不是这个待乎之所不做 不做本身就是赌质啊 但是这个没有标准 嘿 因为大家都一样 那你考核又没办法 你考核又没办法 把这一种怠惰的 懒惰的 被动的 而且啊 嘿 在那边的 惹事生辉的 你把它加以淘汰 那 你现在考核 都讲 考核夹等没有关系啊 现在考核是面子嘛 是个尊严嘛 好 现在大家在评问的时候 如果 低于八十 大概是 七十九啦 意思是你不要差 小看差这一分啊 这一分就是火定 八十呢 就是肯定 肯定什么 还可以接受 好 那你要给他八十五呢 嘿 对不起 你要给他九十呢 更对不起 那如果 这个长官啊 所长啊 给他九十的 都是烂情的 烂情的 你可以把全国的考核 拿来看嘛 这个社会总的工准嘛 民主开放的社会 那不会形成一个社会 所可以共同接受的 某一个标准嘛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 所以这些啊 在考试院 为什么没办法针对 这个开放民主 开放社会 所形成的社会共识 共同的感受 去做个了解哦 然后把它 好好的 从法令上 去规范 让他 民主的感觉 跟我们 实际的 这个考核作业 等等能够 不要那么大的漏场 你现在 考基 不规定的话 往上爬 假等的将近九十 一规定的话 降到七十五 那七十五呢 也都是七十四点几 将近七十五 是勉强啊 你今天可能开放到九十五 马上也跳到九十五嘛 因为人情变质嘛 因为人情变质 所以既然有这样的话 你不要去怪说百分之几 假等啊 而说你定这个合理不合理 你定这个必要不必要 你定这个有没有意义嘛 然后再来涉及到这 大家不做事也照样哪钱啊 也照样退休啊 也照样呢 也安享余年啊 这个热其终生啊 那为什么要努力呢 为什么要特别拼呢 那现在你应该说 特别好的 特别拼的 你应该定定特别保障 鼓励的法律 来 真正的几台 混出来的 当作凭关系啊 凭什么关系 选举的时候拍马屁 好 嘿 助选 这样的结果 民选啊 变成人民 变成投票的工具啊 不是主权的 或是这个政权的行使啊 所以啊 你现在考试验啊 这些不努力的话 你会把台湾的这个民主 弄成形式化 弄成 一个 这个假象化 那 我们 耗费那么多心血 资源 在搞 选举运动 只是 选官而已啊 那选官的两个选 一定有一个当选嘛 两个都很烂 这样有一个当选嘛 两个都很笨 这样有一个当选嘛 两个都很霸道 这样一个当选嘛 两个一个 这一个帅寿 十人啊 卫府坐舱啊 不论是非啊 照有一个当选嘛 那当选要有权力在握 所以 世界上哪有一个总统说 我代康亏呢 又不打仗 你跟人民打仗啊 什么代康亏呢 你把人民当成敌人啊 他会打你啊 这什么话呢 工人挑衅你啊 什么代康亏呢 你应该说 我错落落的 坦诚的 面对你们 对不对 好的意见我接受 不好 我不错了 我改革 不是代康亏要跟他拼嘛 心态就可以啊 所以现在啊 这个团队啊 弄成这样啊 反应多多少少啊 不到四成 所以这个时候 你当考试院副院长 你一定当上的 国民党的委员 绝对没有一个有勇气说 你有缺点 所以保留一下 反正过去两年没有 差一年没关系 不会这样的 你一定会上 那既然一定会上 你现在不要像 这个立法院的 这些投票给你的负责 你向你的良心 向你的 这个使命 向你的 我们的人民啊 不是你的人民 我们共同人民负责 所以考试院怎么行格 你回去后 第一件事情 马上告诉大家说 我一念之内 要把它实现的是什么 来利用最后一分钟 讲一下 几秒钟讲一下 谢谢 好 谢谢你的高歉 我有一部分的很佩服 我现在刚才我口头报告 就讲过了 我们全方位的 从考选 全方位是没有 谢谢你 感谢观看